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谢谢坚果的经理 谢雨晨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经理你好 你好 经理想要请问一下 谢谢坚果啊 他作为一个坚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 然后就是让终端消费者 或者是让一些企业主能够认识到 然后把我们的伴手礼 或者是三杰的这些 他要送礼的时候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就是要送谢谢坚果的礼盒 你觉得你是当初什么样的一个因缘 可以有这个因缘创立我们的谢谢坚果 OK 其实我是一个 在做这个 在创立品牌之前 其实我是一个软解的工程师 是 那我们也是创业 对那就是以产品研发为主 那其实从来没有想说 想过说要做销售 对那也是在一个因缘的忌讳下 就一位大哥就带领 就介绍我们来做这个坚果的生意 对在2014年 对然后在那个时候 大哥介绍我来做销售坚果 然后我们去传统市场的通路来做销售 他发觉原来我也可以做 在销售这一块我也行的 不只是只有做研发产品 对那在2014年做销售市场通路着这一段期间 其实生意还可以还算不错 对那其实销售市场是很辛苦的 对早上凌晨4点大概4点半要起床 对要起床 那5点半就要到市场 然后他给你一块空地 那你就从到有要把它加起来 打摊架起来 把产品放上去来做销售 对在那个时间2014年 其实坚果还坚果这个产品 其实很新颖 对客人取得的通路不多 所以在传统市场销售 还不错 业绩还不错 生意还不错 那大家应该蛮难 因为现在是一个线上的时代 对那一直到2017年 我们就这样生意一直做 到2017年就发觉 怎么实体通路的生意越来越衰退 对就在我们是就是做市场销售 在传统市场销售 就问隔壁的这些业主们 一些坛商朋友们 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也觉得很焦虑 因为你做生意 你业绩一直衰退 你会很担心 对然后后来在一个应运机会下 我一个好朋友就介绍我进商会 2017年的时候 就进入商会 那透过商会朋友的 贵人朋友的建议下 发觉原来你生意要稍微做广一点 做大一点 其实需要create一个品牌 对所以在2017年 我们就create了谢坚果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其实我们家的坚果很特别 我们家坚果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严选好的原料 对我们就是像我们的杏仁是严选美国加州的杏仁 而且除了美国加州 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杏仁大概99%来自加州 那美国加州里面有分很多等级 我们选最好的NP等级的杏仁 对所以有了好的原料之后 当然有好的厨师 对那我们的坚果就是透过试问烘焙 对那就是针对每一批的原料来 我们会调整最适当的参数 让客人吃到最好的坚果 对那产品烘好之后 接下来挑战就来了 怎么样保存很重要 因为常常听到一些朋友们就是保存包装不好 所以吃到软的坏坚果 对所以在保存这一块 我们特地去找寻拜访很多厂商 然后就找到这个专利的密封保鲜罐 那这个保鲜罐很特别是 它在拆封开罐之后 你把水装进去 它是流不出来的 对让它的密封性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密封保鲜罐 我们一个slogan叫做0到60天 让你口感天天都新鲜 对所以这个产品坚果吃完之后 是让这个保鲜罐你可以拿来重复做利用 装cookie 装盐巴等等 其它保鲜性非常的好 是是 对 OK 那蟹坚果 老实说蟹坚果真的不是只是在贩售坚果 对我们主要传达的是一个感谢的意涵 是 对那我们蟹坚果有两个经典的礼盒 这个经典的礼盒 这个经典其实它就说谢谢琴笔金典 那主要的内容是以坚果为主的礼盒 对那我们希望能够感谢跟我们感情如金子样坚固的朋友 对所以要谢谢坚果的这个琴笔金典礼盒 要送给我们琴笔金典的朋友们 那橄榄香皂的好麻吉要不要照顾的 当然是要啊 所以我们有了谢谢甘典香皂这个礼盒 那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水果很有名 对我们也想要把台湾的水果 透过水果般的方式能够这个叫做推广到全世界 所以透过这些甘典香皂这个礼盒里面会有放我们果干相关的礼盒 让这个全世界朋友更容易更有机会来认识台湾 对OK那此外我们的有这两个礼盒至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感谢心意卡 对这个感谢心意卡能够将您的感谢心意 将您说不出的感谢心意写在上面 传达你的感谢心意给对方 对所以谢坚果在无论在这个母亲节送妈妈 父亲节送爸爸教师节送老师 甚至企业送礼 我们这个让企业主采购完之后送给他的客人 或回馈给他内部的员工 对要代表他慢慢的感谢之意 谢坚果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品牌的选择之意 你真的很客气 那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说 有经历到这个线下跟线上的一些冲击 市场上面的一个变化 然后也真的做了品牌之后 其实很重要的还是一样受众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这个企业一定要针对这个受众 然后去投放广告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你也是遇到贵人了 对是 其实谢坚果这个品牌在成立之初 我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 早年在2014年做传统市场 那在传统市场做的过程中 其实一方面有create新的品牌 其实中间是有过渡期 有overlay的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 大概1718年那时候 品牌刚成立之初 很辛苦 对就你也发觉 就一个很奇怪 一个年轻人在市场摊位前面 把摊位打好 结果后面放一台电脑 对我们在想着思考的怎么样 让谢坚果品牌让更多人看见 怎么样上平台 怎么样下对的广告 对那一段很辛苦 那我们在品牌成立之后 我们也在思考 怎么去销售我们的东西 我们受众到底在哪里 老实说其实我们也很担心 我们很紧张 因为我们投入了一些资源 但是一直不是很 对未来不是很确定 对这个品牌怎么样让更多人看到 让更多人认同我们的东西 愿意来采美送给他的客 对那在刚好 在品牌成立之后 刚好就 我们有机会就认识 就是刚好认识生活世界老板 生活世界老板 就有推荐他一个 里面的一个员工 他之前对Google的广告投放 很有经验 对那他 那我很感谢他 我很感谢他 因为他带领着我们 就在2018年的中秋节 他带着我一步一脚印 怎么样在Google的这个 他们叫ADS 就是Google的广告投放的平台上 然后他跟我讨论到对的受众 然后怎么样去做对的设定 然后投放给对的 下对的预算给对的客人 看到我们家的东西 对所以透过那一年中秋节发觉 原来谢建国品牌 其实我们针对这些企业送礼的企业主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对我们找到我们对的受众 对让我们针对这个品牌 就更有信心这样 对 其实讲到这个部分 其实我有想到说 你们在百货公司是有实体的店面 对对对对对 这个增加了你们这个信赖度 这个增加我们的信赖度 对你刚才没有提到 那我们是在我们在20 我们在201000品牌成立之后 没多久商会的朋友就帮我们介绍 引荐到远东百货 是 所以我们就是很lucky 这样的我们这样一个小品牌 竟然被远东百货看到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长期 跟远东百货做三级伴手里的合作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那在2019年 我们2017年官网成立 然后2019年有被 新方三约A8的百货 这边有看到 就邀请我们进入新方三约百货 OK 所以2019年的时候 对我们就在 就开始进入 百货公司的实体通路 就让我们的品牌 就是更 被更多的受众 被更多的企业主看到这样子 对 对所以就是又有这个终端消费者 然后又有这个企业主 从一盒到几百盒 然后呢这个几百盒 这个企业主这个服委会 来跟你们接洽的时候 他们其实可能会有这个客制的需求 对不对 这个你们也都可以帮他做 对我们针对就是 因为企业送礼 每个企业主 每个企业的规模 大概有不一样 那他的需求就不一样 对那是我们是 我们除了当然就是 基本的礼盒以外 我们内容物可以根据 企业主的预算 对他的需求 我们来做克制 包含这个感谢信仪卡上面 我们这个空白处 事实上是刻意留给客人 手写传达他的感谢意涵 那因为企业送礼他们的规模比较大 那希望印制他们克制的 这个感谢信仪债 对这个我们也能够提供 那甚至有些企业主需要做到 简单的小型的OEM 就希望把他们公司的logo 印制在上面 这个也是ok的 这没有问题 也遇过这样的需求 是的 好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您对谢谢坚果的这个 短中长期计划吗 谢坚果大概从2017年成立 然后2018年投放Google广告 在中秋节觉得就是 在那一年投放完之后 发觉我们对企业送礼 这样的一个受众 A就很明确 定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 企业送礼这一块 其实做的还算稳定 对我们有个Google这么好的朋友 这么好的一个销售员 我们人不用出去 那事实上生意就有机会做到 是 对所以这对于我们品牌 来讲是非常重要 那 针对这样的东西 其实 我们 这个 这个谢坚果这样的品牌 这样的包装 我们其实也想要切入 这个 因为现在疫情解封了 是 对我们在A4百货 其实蛮多观光客来台湾的 是 对那他们觉得我们家东西不错 但是他们要带回去 其实 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 因为这个礼盒太大了 对 礼盒太大了 所以客人带回去 数量也是比较有限 对所以我们针对这个 观光客这部分 我们其实想要 我们最近有在想 就是我们要做新的包装 要做 稍微再更小一点的 是 的包装 让客人们比较好带 那同时我们也思考到 其实 因为谢坚果品牌感谢的意涵 其实我们针对明月市场 或针对 婚礼市场其实都还蛮 在品牌上都还蛮有机会 传达他们的感谢意涵 对 那同时刚好我们要针对 观光客的这个 这个 这个通路需求 要设计性的产品 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通路 这三个需求 就一并考虑进来 这样子 所以大概中期会以这 这方面来做发展 对 还在思考这一块 是 OK 那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经理您当初的一个创业 就是因缘忌讳 然后 选择了坚果 但其实你真的是要做品牌 对 然后你又选择了谢谢 其实就是刚刚有听到你的这些贵人 但看起来 你也是自己最大的贵人 你自己就是作为一个工程师 在这个工程师背景帮你加了不少分 不过我觉得你很厉害的地方是 你在这个 比如说做包装上面 不管是颜色 还有质感 你都顾得很好 就还蛮谢谢 就是我们 就很多贵人们的帮忙 对 在其实产品设计支出 其实他们给我们很多建议 OK 对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建议 当然 我是工程师书生 那必要的收集资料做分析 怎么样对的东西让客人 喜欢这个蛮重要 那其实行销我没有 我老实说 因为我之前做研发 完全没有行销经验 对那我之前其中的贵人是 他也是我的三位的朋友介绍 就是协助我一起create 建国品牌的 算是品牌的一个专家 这样子 那他也是带领着我 OK 对对对 就透过他就是学到蛮多行销方面的知识 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谢谢 谢谢一个人 嗯 最想谢谢谁 你猜咧 其实我最想谢谢的是 是我的老婆啦 是我太太 OK OK 对因为 我是一个工程师 以前都做软体的 都做在办公室 对 所以突然间我 对突然间跑去传统市场做销售 我这个个性这么这么这么的龟毛 对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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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能力去面对客人去销售 因为去去市场销售面对客人是需要 跟客人灵活的应对进退这样子 那他百分之百全力的支持我 信任我 那时候我第二个小孩刚出生吧 是 对其实家里是很辛苦的 嗯嗯嗯 对对但他还是就是很默默支持我 就相信我做得到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那我也刚好有之前创业的经验 所以就在创业之初就克服很多困难啊 是 对 克服很多困难 对所以如果说真的我要感谢的话 我对对就是就真的会非常感谢我的太太 一路支持 嗯真的很开心 对 谢谢金国的这个经理谢宇诚先生跟我们分享了就是 他其实真的是想要做品牌 对 然后用谢谢来代表他这一路创业的所有的这一个 呃心心里面真的想要说的话 嗯所以呃那样子的一张卡片 呃其实呃个人或者是企业 其实每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说上这个谢谢 齁或者是对不起 是但是 或者是我爱你 对东方人就是很不好意思说 对就让我们的感谢心意卡帮你传达出去 对对对对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谢谢坚国的经理谢宇诚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谢谢 谢谢